年轻 魅力十足的他是一名罗德学者 同时也是一名穆斯林 这是他与曾经担任密西根州长的 其他人有些不同 而他自己以前从未想过 要去争取这一职位 我大学毕业之后 比尔·克林顿曾经问我 为什么要去上医学院 问我是否愿意考虑竞选公职 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是个禁区 禁区的原因是他从前的经历 那时候我是美食足球队队长 高中三年级 在911事件之后的那周 所有的比赛都取消了 但再之后我们重返赛场 我记得那场比赛 有人开始骂我 巴基老 滚回你的国家 奥萨玛 搞笑的是 我弟弟的名字就是奥萨玛 我会回应说 你找错人了 不过现在 如果他能够说服 足够选民来支持他 他就能够创造历史 成为密西根州 也是美国第一位名选的 穆斯林州长 虽然他的信仰和族裔 经常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 萨伊德说 密西根选民担忧的 可不是这些 他们也会注意我是否听取了他们的想法 之后再来谈论我想做的事情 如果他们能看到这一点 他们不会注意到你的名字是阿卜杜拉 或者你祈祷的方式 奥萨玛西波拉尼是阿易美国人新闻的发行人 这份报纸主要为密西根不断扩大的阿易美国人社区服务 他说对阿易美国人来说 时代正在改变 而萨伊德是否能够走入州长官邸 取决于密西根选民对他的喜爱 当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 人们想他是第一个天主教徒 他能胜任吗 他胜任了 而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他们说这是第一个非裔美国人 他能行吗 有足够的非裔美国选民 来选一名非裔美国总统吗 并没有 但是他成功了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穆斯林美国人 有机会赢得州长选举吗 当然有 萨伊德与其他几名候选人一起 将在8月7日的州长候选人初选中 争夺民主党提名 作为底特律师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他的工作受到肯定 未来的州长将面对密西根州 弗林特市的饮用水污染问题 那场危机发生在现任共和党州 州长里克·施奈德任期间 即使民主党在8月的初选中 选择了萨伊德 他仍然要赢得足够的支持 来在11月的选举中 打败共和党候选人 密西根州在2016年大选中 支持川普总统赢得大选 美国之音《法拉报》 密西根州特拉福斯城报道 和党候选人 谢谢观看